每个大城小镇因为人文、历史和产业的不同 都会发展出专属的在地小吃 比如说基隆的大肠圈 早年在基隆大肠圈是码头工人 拿了就走的方便早餐 而满满的糯米粒还能够吃得饱 储存足够的体力做重活 有一家开业将近一甲子的老店 从路边摊起家 到现在已经传承了第三代 老板娘就回忆 当年店面搬清的时候 才念幼稚园的女儿 就拿着上面写着新地址的牌子在路上绕 女儿说不重也不累 唯一担心的是老客人找不到家里的店 这份从港边开始热卖的大肠圈 每一口都有浓浓的人情味 来 小心车 你大肠有包吗 我们这面有好 好 另外给你 大肠圈三份 好 还有呢 其实在基隆港口的话 早上的话其实就是一条大肠圈 以前的话没有切这样小块的 只包起来可能就是一个早餐 或者是一个午餐 古早味大肠圈是过去码头工人 庶民日常的一餐 不便的手工制作 也走过将近一夹子 先炸油葱 炸好之后再煮高汤 不能让它太过火 太过火它变黑 它会变黑 它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有那个热度 所以还是持续会加热 要给它翻搅 不然呢下面差不多透了 那你没有翻搅的话 它上面太软 下面太酥 再没注意它就会马上变黑了 我曾经以前 刚开始做的时候 第一次炸 然后火候没有控制好 全黑 你连油都倒掉 以前就只有真的 就是有我们两个人 然后以前是我嫁过来之后 妈妈舍不得我做 然后娘家妈妈也跟着一起过来帮忙 一早酥炸虾米红葱头 或者葡式米香 让空气暖烘烘的 我先生做四十年 一开始他每次 整桶就这样倒盖下去 用那种很大只的 军用的那种锅铲 这样子慢慢的去搅拌它 有闻到味道吗 那其实一般这个 像这样油饭 就可以吃了 我们以前是要靠手工去拌 后来有这种机器之后神力很多 五六十斤重的糯米饭 拌入红葱头 油葱 酱料 虾米 上一代留下的味道 看似纯粹 简单 我们都在趁热做 趁热的时候 米它是比较松散的 你如果放凉了 它的米会结块 那结块会整个坨 我们在拌的时候再挖 会比较出力 这样是比较不OK的 那我手脚非常的慢 对 有时候会做到 让我先生在那边摇头 但新鲜长衣包覆的美味 就得趁热做 光是把糯米塞好这件事 就很吃手感 手劲 你怎么塞 它出来就那个形状 那很多会煮起来像 做起来就像猪脚 前面粗 后面细 这样不好看 我们都会顺一下让它修饰 但是太胖 我觉得也不OK 一般有的会灌得好胖 那好胖你会节省大肠啊 但是我觉得很丑啊 大肠把它撑住 然后撑住另外一只手 要把它勾住 那它这个是很滑的 它常常手都会抽筋 那真的要上手的话 我也是将近到半年以上了 大肠你要再去检查 它是不是有破洞 对 因为有破洞的话 我们再下去水煮 就容易爆开 手这样往下 对 这样顺着 我们就大概知道有没有破 手抹就摸得出来 就有对摸得出来 就是都靠手感 那旁边我们在绑绳子的人 他就知道说 那里要特别注意有破洞 头尾一定要特别的老 那中间的话 一般我们头尾一定要老 中间的话 绑是为了区分它 不要太长 对 因为你下去煮的时候 如果太长 你没有把它中间分隔开的话 它会断 我们都一直用草绳 草绳是属于最天然的 而且你草绳绑下去煮的时候 它有时候也会飘出那种 淡淡的那种草香 那你这样子捞的话 就是说 不要让它粘锅 你如果煮太久 米会太软也会破 一般米有新旧米 那有时候你季节上来讲 没有办法完全用到旧米 对 那会有一些西米的话 你煮的时间就不能那么长了 因为西米会比较Q 别看林飞姐现在说的头头是道 她婚前可是当了二三十年的上班族 最初跟着亲戚丛林学起 因为这些厨房有水 她可是一窍不通 第一次弄很崩溃 非常崩溃 很累很辛苦 第一个步骤 她给了我一百斤的大肠让我整理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 让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整理好之后 我整个摊掉了 我说从此以后我也不做这个东西了 结果我嫁给做大肠圈的人 哈哈哈哈 是一个缘分 还好好东西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曾经的小摊位也长成店面了 那个摊位是从我婆婆开始就在卖了 对那至少到我们接手的时候 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以前是只有整理大肠 可是你嫁进来之后 整个你要掌管这个生意 一样啊妈妈舍不得做啊 我嫁过来妈妈就跟着我过来了 然后一起做 那当初就只有我跟先生两个人 两个人算是就慢慢的坚匀 难关上嘴巴 这个地方这个点还是我女儿帮我找到的 甚至于那时候我女儿很小 她才我记得幼稚园大班 然后呢 她帮我挂了一个牌子 写说大肠圈牵移到哪里 然后她到海洋广场去走了一趟 我说这个牌子这么重你不累吗 她说不会 因为我怕人家客人找不到我 你可以选择什么地方找的 幼稚圈大方式 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那个想法 幼稚园啊 我也不知道 就跟着她们做 因为在家里也没有事情 然后就是来帮忙 其实从幼稚园大班开始 我搬过来这里 她也是在店里帮忙 一个小帮种 她那时候觉得 这样子一家人有那种凝聚的感觉 然后小孩也懂得是说 爸爸妈妈的辛苦 对 然后愿意帮忙 我也觉得很安慰 一二三 几十年下来路边胎成了巷弄美食 现在除了大肠圈之外 吸引客人的还有这一整锅热腾好料 现在有租费 然后有租肚带 有干联 租舌 硬管 软管 因为我每天的内脏的量呢 我们就是差不多都是固定的 对 那卖完就没有了 对 那我们的租费的销量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我们家的招牌 我常吃啊 那我只要 我如果出国太过天 我会想我们家的东西 会很假 这样 你只要外面吃不到这样的酱 好 很特别 而且很对味 尽管是做小吃生意 但小到连酱料都是当日线条 因为东西得自己爱吃才能 卖给顾客 我心里永远想的是说 我不吃的东西我也不卖给客 相对的我家的小孩 从小也是吃的内脏长大的 他以前要上课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家的街心 朱心给他吃不是切片的 我们是切半的 然后就是半颗 他就是朱心这样半颗这样子咬着 对 那我心里想说我的小孩 也是要吃新鲜的东西 相对我要给客人的 我也是要给新鲜的 蒸好的大肠圈 外观油亮紧实 米饭Q弹 这当中又以他最抢手 对对对叫小客 有很多客人喜欢买这一种的 这个叫做有头的 因为你看它前面都是那个大肠 然后大肠这样子整颗咬不用切 客人喜好依旧 老店也在很多便与不便的坚持 默默努力着 很累 每天晚上几乎不到一点没有睡觉的 真的 早上五六点起来又要程序着所有的一些工作 其实每天早上要挣扎的起来都是很难的 对甚至有时候想说干嘛做那么累 有时候你看到人家吃 然后是一种感动 说老板感谢你做了这一个东西 而且是这么的好吃 我心里就觉得满满感动 感觉上说你做小吃了 还有能够心里有这么多 一种就是我们的近期 然后让客人有这么多的回馈 说实在也是蛮值得的啦 三代传承的古早味食过近迁 也变成被时代留下的舌尖美味 继续成为新世代的怀旧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ellt